才一天没有拍这两个狗子 评论区都是让我发这两个狗子的 你们两个又被迫营业了 两只狗子 嗨皮吧 前两天给他们俩买了个笼子 看一下 关到里面就像疯了一样 但是放出来他们就捣乱 走了 今天把他们放出来 带出去溜达一圈 别叫了别叫了 出来吧 这狗子胆子真小 那里有一只鸡躺在那 他不敢过来 这个耳朵竖着的胆子大一点 他直接过来了 我去接你兄弟呢 你站这别动 就是被这只鸡给吓的 也不知道这只鸡砸了 就躺这也不动了 这个天可能太热了 这两只狗子躺在草丛里面玩 不走了 来了一只猫 不知道从哪跑出来的 跟我上一次捡到那一只 好像啊 跑了 看一下看一下 这只猫又来了 后面还有一只 怎么喜欢上这两小狗的 还是咋回事 过来了 他想跟这两小家伙玩 玩一下 都有点互相害怕 真的 好像我上次捡的那一只 那里面还有一只 他该不是把这两只小狗当成妈妈的吧 这小家伙不怕人呢 看一下啊小狗也过来了 你们怎么产生了友谊呢 你们怎么产生了友谊呢 一起玩一下 跑了 这只猫的爸爸还是妈妈呀 过来了 要接他走 来 给你个猫粮 哎 接走了 来 就是这只黑猫神的 跑了 出来玩了一圈 热成狗了 哎 总比在家里面捣乱墙 以防这两个狗子在户外热了 太渴了 食物跟水都给他们带了 一出来就开始疯了 狗性难改 不过这里特别凉快 这两天温度太高了 真的 这狗子都顶不住 还有你们帮我给他们俩取个名字啊 征求网友的意见 同时我想说的是 如果有比较近距离的 可以抱一下你的位置 合适的话 可以领养一只 或者半只 这两个狗子太逃了 我受不了 过来 我看你嘴里是啥 一天又在捡破烂 天天捡 死狗子 你也是 不如你们俩就叫小破烂吧 一天就在捡破烂 还有这两样狗子 我有点教育不了 看一下 在地上捡了骨头 真恶心 这个还稍微温柔一点 也差不多 甜甜的 真不让人省心 这是渴了吧 来吧 给你们搞点水喝一下 先给这两样狗子弄点水 喝一下 天太热了 不要逃了 不要逃了 一口就干光了 一口就干光了 盖子太小了 再来一点 让一下狗子 你大爷的 盖子都被他拿走了 给他们俩喂点狗粮吃一下 好了好了 吃饱了吧 两只狗子 喝水 你要我手干啥 刚刚拿根骨头 我把它丢了 他们又敢捡回来了 你这个狗子怎么拿的全捡垃圾呢 你是收破烂的是吧 走了走了 回家了 把他们俩带回去 太热了 把这两个家伙带回来了 我发现他们回来也不闲着 这手套 就这样扯 这天太热了 让他们趴这儿休息一会儿 好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现在也不想要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感谢您的音乐 大家感谢您的观看